不丹慈悲之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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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提佛学院正好在它旁边的小山丘上 可以服揽整个优美山谷 1613年 由高僧贝马零八的孙子 依祖父的遗院 建造的一所全国最大的零马派 白玉佛法寺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提佛学院现在拥有300多位的喇叭学生 他们的宿舍都编了号码 依序绕组店一圈排列 佛学院是所有参观过的寺院中 最像学校的一间 刚提佛学院 吸引了不少人到这里 学习长达9年的佛学课程 英语是不丹的第一外国语 因此可用英语跟他们沟通 学习长达9年的佛学院 общ习长达9年的佛教 听佛教 毕竟然怎么 dreamed 诺习长达9年佛教 第一来难经读 学习长达9年佛教 还有那个吉祥饭 那不单跟西藏的习俗是一样 就是每一个尊贵的上师来到寺院 他会一定有一个奶茶 他的白色就是说代表 就是说他们的心是跟上师是很亲近的意思 然后这个吉祥饭也是一样 就是来到这里很心想 还是很欢迎的意思 而且这个寺院我听说 是一个博写院 然后这里有很多坑坑 是我们南印度 在那边毕业来到这里 比如说在前面做的那个坑坑 在那边毕业来治理寺院 就是当老师 而且按理说这里学得非常好 这个是佛祖院 那么在前面这位 是甘理师的院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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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的安排 是先去做活供 然后 大概他们安排的地方那边不会有余 然后请他们念 那我们自己念自己的 大概二十几分钟 念完以后 用载 那用载的时候大家就也思考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共生 共生 合起来四百多位 对吧 这边三百多 对这边三百多 但是还有八十位小拉玛 你可以 想一下要供养多少 你也可以每个供养 如果你有带来 一个五十块 一个一百块 如果没有看康布的那颗 带来给各位换 你要自己供的最好了 如果没有 那我们会一起收你的供 好不好 但你要 你一个要供养十块二十块 你算算台湾 如果四百多位 对不对 一个十块就四千块 一个一百块就四万块 但是难得来 他那时候有一点 不法交流 可能问我们谈谈佛法 或者各位可以问他们 这边佛学院的状况 然后 不单的好处是 如果台湾人要来这边读书也可以的 而且他们才九年 那这个英文教育不错 所以也是个方法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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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以开始 如果有服务可以去放 然后呢 先上供 或下吃 供养三宝 天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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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尽所有众生 以其全身未投胎 从于终于故作中 居于空落很切众 我们每个人念108遍 然后呢 远汉的这个地方是新的地 刚好正在盖 然后这些旧的房子呢 是出家人自己盖的 当然有信徒故事 但是一般都是少少的 所以出家人要来读书 要负责盖房子 然后呢 仁波切 刚才仁波切 出国到处去换园 那他希望我们这一次来 然后呢 大家的功德 融入这块土地这些建设 然后他们等一下我们念完配套里面参观 有三尊大佛 也正在建设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 将来护持这个地方 护持他们佛像啊 画堂卡 那楼下 楼下是佛学院 那佛学院他们出家人要自己动工 从现在五月份开始 天气转热了 就要开始把卢夏的讲堂 也把它弄好 那他们 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来 护持 因为我们上回来 上回来听说我们那一团 护持了总共 二十三万美金 哦 水洗 所以我们这一团压力就大一点哦 好 所以希望大家的福报 然后让他们这么多精进的修行人 可以在这边 所以祈愿大家有福报 出家人精进修行 我们在家菩萨也虔诚不持 然后两方面都得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念一百零八遍 欺骗在便堂 给大家做官侠 来 欺骗在便便放 阿宁 阿宁 好 阿宁 -好喝 参观以后,用武哉,介绍一下里面的佛像 来,大家要发愿,一切都圆满,吉祥不学 好,日本是释迦牟尼佛,这边要放大家设尊者,这边要放安安尊者 好,那边来,南莫连华生大师,南莫连华生大师,南莫连华生大师 然后放岩石八变,这边也有八个洞,然后它会放贝马林八旁边的故事 然后那边还会放龙青八尊者,吉美林八尊者 在宁马派,就以传承为主,旁边它们会画唐卡 如果你要做一尊小的也可以,它总共有八尊 这边十二尊,这边八尊,这边也有八尊 还是你要做安安夹舍尊者,还是你要水洗就可以 还是你要整尊都包,最好 这样有没有道理啊 有 好,我们念一个开光座,然后大家一起念 这个,现在还没有研满,我们把它用钱来装造 对不对 如果不识多少就不识多少 来 好,大家满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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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贡后,僧俗大众一起用过五债后 师父接着对大众开示发普及心 和供养学生的功德力 供养280位僧众加沙 师父并供养四院一万美金 作为见识经费 作为见识经费 初心 非常感谢我们院长 仁波切 拉玛 为我们修法